刚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台东县民众服务社职工队 5月13号在台东市一家餐厅 承办106年模范母亲表扬 继十六乡镇市民众服务社干部联谊活动 摆散孝为先 做行孝可以把爱跟孝散布在每一个家庭 当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感受那种爱的欢乐 孝顺的孝道的伦理 我们整个家庭就会好 当家庭整个会好以后 我们社会就会安定 国家就会繁荣 公务繁忙的市民代表 县议员 议长 市长 县长 都到场陪伴妈妈们 一起度过温馨甜蜜的母亲节 妈妈 小姐们 这个永远青春美丽 由各乡镇市民众服务社推荐的有 台东市蔡秀曼 绿岛香灵苏封阴 兰宇香杜音春 盐萍香菜湖珠妹 悲南香麦玉兰 成功镇苏燕玉 东河香镇秀妹 长宾香灵美芳 鹿野香 鹿野香李明珠 观山镇陈美芸 海端香秋玉珍 池上香许涕 太玛里香带银花 金峰香王美香 大午香杨霜敏 达仁香陈彩凤 另外 由台东县民众服务社推荐的 柯艾妹 李树叉 庄兰芳 吕清玉 共20位妈妈上台接受模范母亲表扬的荣誉 还有家人们的感恩 都是我们以上 我爱你 金娜我爱你 真的姑姑 谢谢你 没有七个 妈妈我爱你 哇 阿嬷母亲节快乐 祝你母亲节快乐 老婆我永远爱你 阿嬷然后 祝你身体健康 勇气的爱你 谢谢姐姐 母亲节快乐 以后的日子的话 我们这些子女照顾你了 阿嬷谢谢 辛苦你辛苦你了 老婆我爱你 在座的母亲 刺破象征独树的黑色气球 以爱公独 希望爱能祥和社会 中国国民党台东县民众服务社 在温馨五月的感恩氛围中办理活动 鼓励大众行孝行善 并不忘回馈母爱